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我们今天来看一部在上周上映的网络电影 《陈祥六点半》之《重楼别》 《陈祥六点半》以其做的系列短片而火爆网络 而《重楼别》已经是这个系列延伸出来的第三部电影了 讲述了一个在戏台班子里发生的冷暖故事 公交车上一个戏台班正兴奋地赶往戏场 他们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 表演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戏台下坐着寥寥的几个老人 甚至隐隐传来打呼噜的声音 如今这个娱乐行业多样的社会 已经没有年轻人愿意来听戏了 但是在两个月前有一个特别的女孩 每周末都会来戏馆 女孩的到来为这个戏馆增添了许多的生气 就连年近40岁的馆长君山眼里都多了些光亮 君山说自己和这个女孩有过一段故事 可是戏团里没有人相信她 因为女孩看起来似乎并不认识她 于是在一次表演结束后 君山鼓起勇气邀请女孩喝咖啡 女孩姓段手里常拿着一个红色的水杯 君山认出来这是自己的水杯 几年前和女孩在公交车上邂逅时 被女孩拿走了 没想到对方竟然把这水杯留到了现在 君山以为段小姐是对滇系感兴趣 没想到对方直接来得去 你这个年纪的男人会选择和我这样的女孩在一起吗 看样子人家不是对滇系感兴趣 而是对君山这个人感兴趣 君山简直走了桃花运啊 她给了段小姐一张戏票 让她务必来看演出 然后将自己和女孩的邂逅故事 编成了一段舞台剧 她想在表演当天向女孩表白 可是表演当天一通电话叫走了君山 打电话给君山的是什么人呢 正是君山最近正在拉拢的戏班投资人张总 张总的老妈临时想听君山唱戏 君山为了戏班子的生路也只好赴约了 这戏唱着唱着 老妈子突然不舒服离开了 本以为张总会就此放过君山 结果张总叫上了自己的小情人来听戏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个小情人正是段小姐 段小姐并没有认出脸谱下面的人是君山 就在大家以为张总和段小姐是一对时 没想到又来了一个女人 张总当即搂住那女人介绍段小姐 原来那小姐才是张总的正牌老婆 张总搂着老婆就离开了戏台 想要把君山投资的事抛之脑后 君山失落地回到戏班 却被告知表演乐队已经另谋塌路 戏班也因掏不出租金面临倒闭 但即使这样 君山还是义无反顾地唱戏 不久段小姐来了 君山唱完戏后 发现段小姐没动静 原来段小姐因情伤服了安眠药 君山赶紧将她带到医院 可是怀里的这个人 却是为张总而受伤 君山给张总打了电话 可是张总老婆在 她根本离不开 无奈之下 她用为戏班投资作为筹码 让君山帮忙照顾段小姐 君山等段小姐醒来后 终于问出内心的疑问 为什么会留着当年那个水杯呢 原来段小姐根本不记得当年遇到过她 当时只是拿错了杯子 段小姐这才发现 自己每次伤心的时候 都是君山在她身边 所以她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 原来你 就是个扫把戏 说完段小姐要回大理 正好戏班在大理有演出 君山连忙带着戏班子 和段小姐奔赴大理 在车上 君山放弃了音乐 虽然途中车无故坏了 但几人还是欢欢乐乐地 赶到了目的地 可是开戏之前 戏班唯一的花旦 因为接了个外物 就这么跑了 无奈之下 不懂颠心的段小姐 只好硬着头皮上 他们要唱的这书戏 正是《重楼别》 《重楼别》唱的是 将军和婢女的故事 将军和婢女 两亲相悦 即将成婚 边疆告急 将军奉命出征 二人在重楼离别 一年后战士们凯旋而归 将军却再也没有回来 因为她重伤瘫痪 不愿意再拖累婢女 所以只差人为婢女 谋了一份很好的亲事 可是她又不愿看到 心爱的女子嫁给她人 所以终生没回京城 即便君山晚上 给段小姐补课 但段小姐 还是在正式表演时失误了 被一群看戏的沙马特挑衅 两方人就这么撕打起来 对方人多势众 君山只好拉着段小姐逃走 虽然戏被演砸了 但两人在今天都很放松 可是愉快的氛围 很快地被君山的一句质问 打破了 段小姐置气地回答了她 第二天 君山卖了自己的车 把钱给了段小姐 她知道自己是多么喜欢段小姐 就算曾经的段小姐 介入别人的感情 她也丝毫不在意 而段小姐也表现出了 对君山的好感 可是很快 张总打来电话 说她老婆知道了段小姐的事 所以她要跟老婆黎坤和段小姐在一起 为了感谢君山这段日子 对段小姐的照顾 还给她的戏班投资追加了50万 泄了气的君山离开了大理 段小姐也再也没有出现过 一次偶然 君山在街上遇见了段小姐 匆匆一面 就像两个萍水相逢的好友 他们在重楼别的背景图里 渐行渐远 不久 张总和段小姐的订婚宴就举行了 张总去请了君山去唱戏 但如同重楼别中的将军一般 君山不愿看见 自己心爱的姑娘和他人完婚 所以她拒绝了张总的要求 也没要张总的投资 这一戏她是无论如何唱不下去了 君山解散了戏班 带着唯一的家当离开了 段小姐从张总那里 得知君山没要她的投资 于是跑去戏班找她 只看到了君山去大理前 为她排练的海报 可是这里终究还是人去楼空 段小姐这才知道 君山对自己的深情 她突然想起 君山在大理对自己说过 如果有一天 没戏唱了 她就会去找一个 山清水秀的地方跳下去 段小姐精趣之余 赶去了大理 可是只看到了 君山遗留下的戏符 所以君山到底死没死呢 重楼一别 究竟是开始还是结束呢 这里我们留一个悬念 就让大家自己去寻找答案吧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